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方面都很不足 今天也算是一个刚开始的一场 等于说这种讲座 有很多方面当然都还要在学习成长 还要在改进的 也非常感谢大家 愿意一起回来 大家在这边来共同努力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隔壁全部都是我们 目前放的都是出版的道场的文献书这些 然后这个地方有进来的一个办公 还有佛堂 这个佛堂就是从山上 这个应该说新殿那边移过来的 那里面还有两间教室 就是非常欢迎大家也能够常常回来 利用这里可以来上这个我们线上的课程 补课尤其补课 都可以来到这边 因为我们有大的荧幕 可以让大家在这边看得比较舒服 也有茶水 咖啡都非常欢迎大家常回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平常就是我们的赵讲师 赵姐 还有我们的神姐 神讲师 他们会在这边来为大家来服务 好 这是利用这个机会也跟线上所有的好朋友们 家人们做一个介绍 希望大家也能够常常回来 常常回来这边善用这里 那这里有很多的文献资料书 还有课程也可以在这边上 上过的课程都可以在这边上 好 《原归正传》我们的今天的主要 就是要来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福摩真经》的历史典故 那这个经典方才大家都读了 确实里面有很多这个历史原物 这些都有带我们来一个一个了解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直接来进入我们的这个相关的 这一部经相关的这些 我们应该去了解的历史人物 还有典故 当然首先作者这个官帝 官宣帝经 刚才这个院长也跟我们介绍了很多 相信大家对官法律史都不陌生 可能有些人对官法律史的认知了解 有一些特别深刻 特别感动的 譬如说一博迎天 这个忠义的精神 陶操再怎么样子的收买 再怎么样的所谓的上马金下马银 给他很多的美女服侍他 但他都怎么样不为所动 封官拜隐 把这个所有的可能的这个诱惑 给他很高的官给他一个印 但他都不为所动 这个就是这种 自曹操最后他还是放他一马 对不对 这个报答他的恩 其实整个来讲就是五常 五常德圆满 这边人义一致性 五常德的圆满 至于说官法律主在我们这个时代 除了在我们道场在佛教 这个称为前兰就是护法神一样 那在道教这个一防大地 那在我们现在官法律主 这个掌管这个三朝谷渡的时候 不过法律主都是叫做扶摩怎么样 不扶冤 像这股扶摩真经 扶摩大地 这个是很早就是官法律主 扮演这种道场很重要的 正义的一个精神跟法律的执行者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那再来就是这边讲到的 这个法孝白水一生结清 因为这一篇就是孝法白水圣地 希望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篇圣讯 为什么刚刚讲到由来 就是在我们崇德道场 法律崇德道场 那崇德道场从去年一直到今年 分了好多场提出来 崇德道场就是我们白水圣地 在民国三十七年来到台湾 那开出这么一大片的道场 海内海外非常多国家 他好的红艳就是 无始无终追随老祖师师尊师母 建立人间净土 异化沙坡实际有莲花光 遗乐净土所以沉道后老母 禁风为白水圣地 那他老从在大陆时期 这个就有 因为他个人的特殊感应 他本来是三起废病 已经是无药可救了 季光老师救了他 所以他就潜水 潜心投入这个修办 你要知道道了怎么会 从大陆来到台湾 在来之前 师母老人家有跟他交代说 会有十年辛苦的磨练 如果能够通过了这一段磨练 道路就会逐渐的轰载 所以我们看到近30年来 从台湾传到世界 传到好几十个国家 应该几乎现在我们所能够看得到的 主要的道场大概都有 像像美国的洛杉矶的光明道院 日本东京的天一宫 泰国孔庙 马来西亚的 崇德道院 吉隆坡的 崇德文教馆很多 当然其他像澳门 菲律宾 巴尼 维也纳 南非 几乎现在世界各地 都有我们很暴涨 白水圣地 整个岛路在那边开展 所以这部护魔增经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 这样的时代因缘下产生出来 而且是像在这个崇德道场 这也是因为目前整个发育组在世界各地 开展的都非常的广 借着这部经也可以很顺利的 可以在各地各地来开展 世界各地来开展 好 再往来我们看一下这里 与汤醉己 节奏醉人 这边讲到的是有一个典故 这个是从左传 鲁庄宫十一年 当年秋天花生了大水 宫死掉烟 也天若淫逆 害于之身 若知何不掉 这个宋国花生大水 专公就派使者去委问说 上天降下这么多的雨水 伤害了丰盛的穀物 下大雨一定会影响到这些穀物的生长 那为什么不来未问呢 这个宋明公就回答了 他说我实在是对贵国不敬 因为上天降下灾难 又让贵国的金主担忧 乎就是这个宋国的国君 死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金庸 贵国贵命之物 实在是犹如这个让您担忧了 这很不好意思 沉蒙关注 这个张文仲就说了 这段话比较重要 他说宋国怕是要兴盛 宋国的国君这样讲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 有 他说宋国要兴盛了吧 因为他就像下雨跟桑汤一样 如果国家有难 他是罪责以己 他不会怪别人 上天降的灾节也是怪自己 可能做得不好 对老百姓各方面做得不好 所以下雨跟桑汤都是古代的玄军 与治水这个十几年三国家门的不入 桑汤汤武革命 调免华罪 这个就是古代的一个圣王 所以他们有个共同的特辞就是 这罪责以己 因为国家有难的时候都会这样子 于是彭博兴起 就是因为他们不会怪其他人或其他国 或是怪上天怪老天 他是怪自己 罪责自己 所以就是国家能够兴盛 下节善纵 责罪于别人 所以说节奏非人 罪人 所以很快的突然间就灭亡 忽然灭亡 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圣人的那种 治国精神他都是环球足迹 再过来我们看到这里 来 来读一下好了 看得到吗 真子三行 克足玉气 黄香整清 夏凉冬温 我们来了解一下 真子跟黄香其实都是小子 那他的三行 为人魔恶不忠乎 这是真子 以朋友教不信福 传不喜福 那么我们师尊老大人 曾经对这一段有一个解释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 师尊老大人怎么讲 他说 真子每天行查的是什么呢 为人魔恶不忠乎 就是考虑到人际关系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要把人际关系做好 为别人做事 有没有真的符合天理良心 所以这个中 不是只是说 我答应人家事情 有没有真的做到 这里面还包括 你答应人家的做的事情 有没有符合天理良心 比较重要 如果万一他叫人去做的是坏事 难道你真的答应人就去做吗 那就不忠了 所以要符合天理良心 然后对对方对自己都没有愧疚 那后面两个我们就不多解释 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为人魔不忠乎 因为这个忠 忠义精神很重要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光法力 他的那一种精神 再来就是黄湘 黄湘可能大家都知道他是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的故事流传久远 那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 珍贵的遗产之一 然后中国有这二十四孝 那这个王湘九岁母亲就过世了 他非常的伤痛 伤痛万分 日夜失恋母亲不知 所以邻里人知道了 都称赞他是孝子 当时他还有个佛亲 他就非常的 等于说要把父亲照顾好 因为母亲不在 所以他就很体贴父亲说 希望他能够多休息 所以每天就抢得起做那一些 比较废体力的工作 那日常生活奇迹方面 更是照顾得无为不至 这时候他才久睡 那夏天天气炎热蚊子多 黄湘就怕父亲热得睡不少 又被蚊子叮咬 常常在父亲要救警前 拿扇子打父亲用个枕头跟席子 把他善良蚊子把他赶跑 然后再请父亲去睡 有没有人叫他这样做 没有 所以笑是天气 冬天天气寒冷 黄湘怕他父亲受冻 就先躺在冥被床铺上 把他用体温来软父亲用的 被跟蚊子跟盖的那个冥被 把他软被 然后再请父亲上床 他的这些笑情不久就传遍了整个精神 称赞他的人越来越多 天下无疮 江下黄筒 这就是流传的 赞免他的话当时 那甚至连那个太守刘虎 为此还上述给皇帝上了一本咒哲 奏请皇帝表扬皇乡的笑心 里面有一段话说 冬月温情软 颜下 善真良 额童 知子子 千古一方向 讲到这个笑心这是我们道场 非常非常重视提倡 也是我们白水圣地 来笑经他老所提倡的 其实我们观法力也是 中校结义 再过来我们看看这里 所以这边有讲到百笑经 一日三朝怎么样 文王定性还有怎么样 枯竹生水 梦中沉溺 这边总共讲了四个有关笑的典故 文王 武王滑咒 但是文王为什么没有滑咒 文王其实三分天下已经有其二了 他很有德行 他的儿子武王反而没有父亲那种德 所以他只能怯着武王滑咒 这样子 但这个是另外不在话下 最重要的是文王他非常的孝顺 他虽然是一代贤民的金主 但是也是一个孝子 每天早上必先到父母及时 询问内室 父母的议题是否安康 得之无恙 他就放心离开了 中午他又请问安 晚上又去问安 每日去问安三次 那问安的过程 如果说父母欠安 他就会忧心其气 看起来就心情不好 很忧气这样子 坐立保安 直到康复死能睡 而且他不只是问安 他每天还关心父母亲三餐 餐后必探行出师 得知父母食欲未稍减 听说吃吃的下来 欣然重返皇宫 就很开心的回到皇宫来办公 今年累夜不论朝夕 不问寒暑 对双亲起机 关怀备志 克敬 成分定性之志 所以因为他有这样的得 所以子孙代代 成绩效果 是以奏朝相传 三十七代 历八百七十三年之久 所以这个温王的得 他的得则是影响最大 能够有这么长久的 应该说历史上最长久的一个朝代 其他都不到他的一半 甚至连四分之一都没有 还有更短的 那个都是因为没有像这样子的一种孝顺的大德 其实孝顺就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做了 不一定要等到当到皇帝才能做 但是当到皇帝还可以做到孝顺是不容易的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 这边还有梦中 梦中 梦中枯竹 冰天雪地很寒冷 当时不可能有仙筍 那为什么他要去采仙筍 因为他的父亲也是很早就过去 母亲年老病重 医生嘱咐说要用仙筑炖做汤 四直寒冬 可能大地一片血白那去哪里找笋 没有仙筍 仙筍就是自己长出来还没有采的那种 那一年世纪都有那个笋干 笋干那个就不是仙筍 我说我们现在有那个仙筍 那个可能都是仙筍踩下来再另外加工的 那这个就是没有完全要土地长出来的 所以梦中无计可食 独自一人跑到竹林 浮竹哭泣 他在那边哭 因为他的笑心 笑失 在那边哭 感动了天地 没多久 忽然听到地裂声 这个连大地都被他那种孝顺的哭声给震动 地裂声 只见地上长出树茎的嫩水 这起长出来 梦中大喜才回座汤 母亲喝了果然病例 后来这么孝顺的孩子 果然有很大的鼓报 观至大时空 以上刚好讲了 先从孝顺开始讲 我们看到这一篇《古魔真经》 它真的是内容非常的好 刚刚这个院长跟我们介绍了很多 先讲他的言由就是白血色滴 再讲到说 今天有各种的灾难来 古代的皇帝就是先醉起 不是去怪别人 今天有这个瘟疫来 是要怪谁 不能怪老天 是要怪人类 太贪吃了吧 什么东西都吃 所以造下太多的杀业 所以叫醉起 孝皇不代的那种 圣王他们那种精神 要好好改进自己 然后再来就是讲孝顺 行从孝还死 然后百孝经 也讲到颜世家训 颜世家训 颜世家训里面也告诫子孙 要留德后辈 家延易习 百孝经就不用介绍 大家很熟 颜世家训是颜世推 北齐颜世推 南北朝时代 到了隋朝初年 就成为一本叫做颜世家训 因为颜世推 其实他就用来告诫自己的孩子 没想到这本书一直流传 为什么因为内容是太好 总共集结成七件二十篇 这里面就有包括 一开始是序 再来交子 兄弟后期自家风操 目前免学文章名识 社务省事指诸 戒兵养生归心 书正因此杂役 宗旨 这整个内容 其实是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一种 有关修身旗下之国评评想 而且也是处事 维学 各方面都有 都讲到的 还有字化音型 对 所以这个品毕无义 严世家训 好 再过来我们看到这里 所以严世家训讲完之后 他就讲到佛习的相处 走礼 然后讲到 走礼孤首 不要鸡场妙度等等 严世家训就是讲妙留德 这个就是说 像这个就你看兄弟礼坚 阴阳的调和 夫妇 应该是要很和顺才对 如补其色等等这些 这些 其实严世家训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好 再过来我们就看到 开始讲忠诚 开始讲什么忠诚 这个忠诚里头 燕子春秋 这一个忠诚 讲的是习国的很有名的宰相 叫做燕子 就是燕英 燕英它是婴儿的婴 因为它的身高 大概现在的换算 大概150公分左右 很矮 对不对 所以它从小就被人家称为 婴儿的婴 还是说燕英 但它个子虽然小 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宰相 就是它把这个大臣 臣这个角色扮演得非常的好 甚至还留下了一本叫做《变史春秋》 记载中国春秋只是齐国 他当齐国宰相的时候 他的一些言行活动 这本书成立战国时代 那是由莫家的学徒把它集结了 当然这里面包括一些民间流传的 他把它集结起来 在《四谷贤书》里头 有看到这本书 里面记载了很多燕英 劝告君主要勤政不要贪图享乐 几个例子 有一次因为燕英年纪大了 他的太太当然也年纪也大 他只有一颗太太 以前当官的人都是后宫 就像皇帝后宫有很多当官的大官的 一期多妾 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燕英就是一夫一妻 那齐国的国君就送了一个年轻貌美的 要给这个燕英当这个妾这样子 看他太太已经年纪大了 但是燕英就跟他讲 这个我的太太曾经也年轻过 他跟我一起努力一大片 大家洗手这么一段 这份恩情那是永远都放在心上的 永远抱不完 因为彼此恩 叫我放弃这个 再令逆心年轻的貌美的 他不愿意 他就请国君把他带回去 其实他会借很多的事情 由他个人立身行出来 拿来欠他的国君 不要贪图享乐 当然享乐就包括一期多妾这样子 那还有懂得任用贤能 欺心纳贱 爱不感谢等等 这一部燕子春秋总共八件二十 215章 这里面分很多很好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个故事 稍微我们常讲的车马夫的故事 车马夫就是帮他驾车很骄傲 然后他的车马夫的太太就说要离开他 看他这么骄傲一定很危险 后来车马夫就开始改变态度 然后燕英就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本来那么骄傲 现在变得那么谦虚 他说他听太太的话 所以改变自己 好 这个燕英就把他提拔 他认为这个人会听太太的话 代表他会改变自己 听不吹大夫 他改变之后 那提拔最后当到大夫 所以燕英是一个非常 在春秋时期也算是很有名的一个展相 跟管仲可能可以齐名 管仲也算 好 再过来我们看看这个 七元诞成不辜得平 这个大家就比较熟了 头米我将的那个 他是楚国的丹阳人 这个战国时期曾经担任 楚国的山岭战处 左途监管内政外交 但是后来被排挤 通常这种忠义之士他们有个特征 就是他不会卑躬卑躯地去讨好那些 叫做小人那些等等的 他被排挤 他就干脆就离开了 但是他的忠心并没有变 忠诚之心没变 而且很关注楚国的情形 公元前278年 秦国白旗一起攻过楚国国都 他非常非常的难过 虽然他不在朝了 因为他那一份忠心幽浮幽民的七年 就在长沙附近投蜜蜗浆 怀石至上 他怕他会浮起来 还抱着石头跳下去 所以后来端午节吃粽子 就是怀念这个七年 端午节就在他跳蜜蜗浆的那一天 他就包粽子丢到 没有浆的水里面 希望他能够吃得到 这样子 楚国后来有流传在出池里头 其实他的文学底子也非常好 有所谓的很多的好的文章留下来 所以他跟诗经并称 我叫做风烧二 好 再过来我们看看 这个 好 幻言直见 堂有谁啊 魏智 魏智 这个大家也很熟 所以这边 这边讲的都是 有代表性的忠诚 这边开始讲忠诚 因为孝忠 遗孝可以怎样做忠 所以前面讲完孝顺的典范 几个四个 然后再来就讲忠诚 忠诚 包括燕子 包括曲言 还有魏智也算 魏智最有名的就是 他对唐太宗来讲很严格 有话都直说不怕 这个半监入半虎 国金生气会把他杀了 他都不怕 所以他的官职 因为他的官职就是建议大夫 就是常常都是直言改建 所以在历史上 唐太宗有留下一段话 就是为了怀念他的 怀念这个魏智 因为这人后来死掉了 然后他说 以同为鉴 可以正义管 以人为鉴 可以名得失 以死为鉴 可以知心体 这个人就是魏智 可见唐太宗非常怀念他 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 因为魏智不在了 他做错了一件事 他就想到说 如果魏智在的话 他就不会做错了 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段怀念的话 魏智真的是 唐太宗很怕他 有一次来觐见的时候 讲了很长的时间 在他要来之前 唐太宗刚好正在玩人家进贡的 习以来的一次很漂亮的鸟 把手打完他 拿在手上玩 听说卫生台的糟糕 怎么办没地方藏 就要藏在他的袖子里面 然后魏智讲话又讲得很长 他离开之后 那一只鸟就怎么样 闷死了 他很生气 他就说我这次一定要杀了那个田舌瘟 就让魏智给杀了 结果他的皇后立刻胜装来恭贺这个魏智 我问了唐太宗说你有这么样的好的大臣 不怕国家不兴臣 唐太宗的西辛纳贱也要有魏智这样子的忠诚 不怕死的忠诚 能够这个不时不时的提醒这个唐太宗 让他知道该怎么治理国家 好再过来我们看看 这个讲完了 魏智还有一个人 好没有 这边再过来就是讲到孔子 跟孟子 来我们这边再读一下 昔有孔顺 周有列国 追悼迅俗天下启蒙 仁义正道万物皆映 十六字节守乎一成 这是我们的自身心是孔子的圣像 书宴的特征就是孔子的圣像一定会有 在中国古代这个书宴就是最早的邪校 民间办的邪校 他们开写典礼就是要祭孔 拜孔子 所以我们对孔子自身心是孔子 是非常非常的礼敬 他几乎就是所有天下人的老师的老师 所以叫做自身心词 因为他是第一个开诗人讲学 在那个年代很不容易 那只有贵族的达官弟子才可以受教育 那孔子就不管那么多 你只要愿意来受教 自行拿一串干肉来 三条三条干肉 就是一串 一串就是一个素修 那我就教你 所以孔子有多少个弟子呢 三千 这里面有七十二写 那孔子这个人 他不只是说嘴巴讲讲 他真的是身体异性 所以他一看乳国的国君不行 这个沉迷于声色 这个齐国送来的敏虐 他就每天这样弄得晚上很晚 早上起不来早点 三天不早朝 孔子就离开了 乳国气之如必喜 那个高官厚辱他都不要 那很辛苦的要去周游列国 那是不容易 不是真的去玩 游就好像玩不是 他要去实现 实现圣人的理想 尤其他对周公非常的退从 自力作乐 那一边在周游列国的过程当中 一边讲学 只要有地方他就坐下底下 所以集结起来成为奴隶 最重要的一步的经历 孔子的愿就是要实现圣人的理想 叫做大同 大同理想 虽然他在那个时代没有完成 不过今天我们有一些人 在努力要帮孔子还愿 希望一起来努力完成 自身先是孔老父子所要完成的愿 再过来我们看看 有孔子当然会谈到孟子 来我们读一下这里 孟子是心喊 刺判之光 心别隐 心是大光 其为心也被隐到 自大自刚 自妙自灵 对还有十六字心的话 刚刚也要介绍一下 然后传给顺顺 传给隐 都是中这个字 但是其实他总共 姚传给顺有十六字 这叫做中华心华 这十六字就是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为 精为义 因此情终之中 应该是顺传给义的时候 姚传给顺是知耳顺 天之隐数在耳宫 因此居中 四海困穹天物永终 算起来不止十六字 都是一个新传 就是中的新传 所以讲到这十六字的新传 它是有出处的 它是在上述大营 姚传给顺 顺传给义 我们称为善让的那个年代 他们的传承 除了天命 天命就是皇帝的位置 还传这个新传 所以那个圣王的时代很特别 那我除了把位置传给你 还要把新传给你 中的新传给你 所以那个是很不简单的 好 这个就是讲到圣人新法的传承 然后孟子 好 我们看看 孟子所处的年代就是比孔子更混乱 更战争更多的一个年代 这个372年到289年 其实它跟子师已经相隔了一段时间了 子师并没有侵传给孟子 我们在读道筒的时候 这个孔子曾子指师孟子 那子师并没有直接接到孟子 年代并没有刚好 所以孟子是一个在战乱年代当中 他以儒家为子制 然后继承孔子 包括孔子的周游列国的方式 他也是把他拿来用 所以孟子也是到处去叫做讲道德说仁义 所以在当时他是儒家的代表仁义 讲到孟子大家比较熟的就是孟母三千 因为环境的教育对一个孩子来讲很重要 孟母很有德行 他就是为了孟子搬了三次 为了找一个好的环境 找来找去找到什么 邪教 邪校的旁边 可是刚开始孟子去读书的时候 太爱玩了就跳课跑回来 跑回来的时候孟母正在置部 他多话不说就把他拿剪刀把 只好不剪掉 孟子一看吓坏了 怎么回事 他就跟他讲 你该去读书不读书 你中途这样跑出来玩 就像妈妈在支部 直到一半把他剪掉的意思一样 孟子就懂了 母亲的教诲 所以后来就非常勇工 非常努力 成为儒家的战国时代的代表人物 然后他的主张 孟子的主张姓善 最重要的是有人义理之四端 所以这四端就是 彻隐之心 人之端语 虚物之心 意之端语 慈让之心 理之端语 是非之心 知之端语 孟子提出这四端什么叫做端 就是每个人都有的 本质记住 我们的人义理智都是从这个里面发出来的 所以叫做端 他的萌芽处 只要顺着这一个去发挥 人义理智自然就可以兴出来 不需要太勉强 自然其实可以兴了 这种仁义理智四端 就是性善说的最重要的内涵 孟子的主张非常多 他的思想内涵非常重要 有兴趣我们一起来上孟子深寻的课 我们学院也有看 然后再过来我们看到忠诚 书 来读一下这个 书五困五历十九载 汉劫手握心在朝廷 书五牧羊十九年 被困在胡国 胡人的地方 但是呢 手上还是握着 汉朝的死劫的那根结棍 心在朝廷完全没有变 其实书五是很倒霉 因为他刚好去到那里 完成使命要走了 结果遇到内部的一个 等于说叛乱 叛乱是其中牵扯到汉的祥将 侯王的一个叛乱 那就牵扯到他 因为同样是汉朝来的 这个苏五就被扣了 不准他们离开 然后把他关在地窖里面 他天气很冷 然后不给他吃的 喝的 天下大雪 苏五就吃这个雪 然后用这个毛毯子 那个身上毯子那个毛拆下来吃 配着雪 这样冲击 既然几天不雪 匈奴人认为真的很神奇 就把苏五流瘫到北海 北海当然就是冰天写地的地方 北方可能西伯利亚那一带 叫他去放羊 跟他讲说如果生小羊 你就得回来 结果给他都是工的 那他怎么可能生小羊 你看他没有 不过苏五他就是临死不屈了 这个胡王一直劝他 他都是不为所动 被流放到北海一样 他努力求生存 把那个野蜀都挖出来吃 野果 野蜀这些 唯一他身上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结帐 他就用那个结帐来努力 不管怎么样都拿着结帐 那个结帐上面的结灰都整个被磨掉了 临死不屈 坚决不投降 其中有很多人跑去欠他 都是凶王派去的 就看看他有没有还活着这样 那顺便劝他 给他很高的荣华富贵 他还是坚决不投降 直到19年后才回汉朝 那个是后来有人把这个话传回去汉朝朝廷 他们才知道说苏武没有死 然后就去交涉 要凶仁把他放出来 凶仁王知道汉朝朝廷知道苏武的 没办法就把他放回 他已经经过19年 19年不算多 这种忠诚的精神 再过来 好 讲到诸葛孔明急功进瀉时候 好 来 我们读一下 诸葛孔明 淡今竭丽 齐功进瀉 自求全中 我们刚刚王院长也跟我们介绍了很多 诸葛孔明的事 我们就不再多罪词 其中罪词的我们敬佩的就是 刘备临终前脱孤 但是刘备本来是跟诸葛孔明讲说 叫他取而代之 因为他知道他儿子没有什么才华能力 所以叫做扶不起的阿栋 但是孔明并没有因为这样取而代之 他还是尽忠到最后一口气 他的尽忠不是在那边享受 高官后路的福报 他是代兵打仗 打了五 总共出兵五次 对 前后五次 北伐中演 那个代兵打仗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确实到后勤补给等等 那五次都没有成功 就积劳成疾 死的时候只有五十四岁 很年轻 可见他真的是太操劳 积劳成疾而必死的 但是留下了急功劲退死了后 历史的变化 再过来我们看到的是 这里有一个什么 杨家将来读一下 杨家将是一门忠烈 金钉猛将条条忠烈 杨家将的故事还开成电影 他的历史背景是在北宋 北宋初年因为外患 来自北方的外患 有辽国 辽国 辽利 阿宝基他们对中原的土地 胡适淡淡 里里清乱 还好有杨家将 杨业他们 杨业生了一群很勇猛的海蟹 满门忠烈就是讲这个事情 不过因为他们表现太好了 遭到嫉妒 招来火葬 攀人们的嫉妒 所以历史上好像 忠诚一定都有小人来磨练 所以勤快造就了叶飞 这些忠诚也是攀人们来磨练的 不过杨家将不改他那一份对国家的尽忠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我做了已经这么样子的努力 对国家无恶心的尽忠 结果还被陷害 被讲一些背后讲一些坏话 去跟国军打小报告讲一些坏话 挑你一些根本没有的毛病这样 有些人就干脆算了 然后我投靠敌人好了 你居然这样讲 对不对 或者是说有些人就说 那算了 那我们干嘛要这么努力 然后就不要努力啊 我们就回去啊 不要为国家打仗这么生死 这个但是杨家将 他不管这些残言残语 他为大宋江山豪脱如沙 忠心报复张浅效益的事迹 所以在民间流传很广 甚至成为人人所知的真英雄 流传百序 所以一个人当你做得越好 一定也会有越多的毁言谤语 就像道心则谤来 就是说你在道路谤开了 也会有一些毁谤来的 一定的意思 我们要能够坚持到最后 不改变初衷 才有办法在历史上 真正留下你 讲到夜五幕 这个刚刚我们等讲的 我来读一下 夜五幕 今宫报复 十二金餐 何惧生死 荡气回常 家国天下 智节参天 满江红中 满江红就是 六幕的名曲 叶辉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他就是一心要为国尽忠 可是他武艺非常高强 手向无敌 所以他就一直打回去北方 要把失去的土地都把它收回来 把两个皇帝被扣留在那边的 辉清二宗把他接回来 这样子那当然 这个就触犯了一些 宫廷当中的潜力斗争的那些问题 对一个忠臣来讲 他是不会管那些的 那是你国家的事情 你自己皇帝的事情 我只是尽我该做的 我应该要把国家的师徒收回来 我应该尽忠报国 他妈妈给他磕了 四个字在他背上 所以他是不管朝廷怎么说 不管小人怎么去塞隆那个皇帝 不管他继续努力 最后是用十二道金牌把他招回来 你看他不得不回来了 他回来就当然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关起了 然后用莫须佑的罪名就把他处罩 什么叫莫须佑 就人家问说那叶辉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那勤怀就说不需要有什么罪啊 莫须佑 要命死就这样你就死了 那对叶辉来讲 其实成就叶辉的人是勤快 那如果没有勤快还真的没办法好好地成就他的作物 再过来还有谁 张行包整 好 这边有文天祥 好 来我们读一下这里 成人举意 心切正气 若永千财 天祥人品 还有这个 颂莫三节真真好顾 三额破碎 天若吞 颂莫三节是哪三个 张师节闻天祥祿修祕 我们有一句话说 百道是忠诚 当国家在乱的时候才看出谁是真正的忠诚 忠诚 他不会变 国家再怎么乱他 反而更牵出他的忠诚 宋末就是宋朝末年 因为颜巢入侵南宋快要灭亡 一直往南逃一直往南逃 逃到最后 这个到了最南端的时候 张师节就带着两个宋朝的二弟 誓死不相伟 但可是宋朝的气数已尽 因为没办法跟联朝对打 一定打不过的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的头衔 他知道自己打不过还是要打 最后兵败亚裔山还在 但因季风悔传 意识与平章三项 包括这两个皇帝 还有就是陆修夫 陆修夫也在埃山海战中 失败之后背着魏王照明 然后就附海而始 投海而始 那一阵忠烈的精神 那时候才44岁 还有就是文天祥 文天祥是被围困起来 最后被俘虎 但是俘虎是因为元朝的皇帝 想要看到这是一个人才 希望他能够投降 可是文天祥临死不相 一直到19年12月初九 才重溶就义 留下正起歌 关于这一段 我们这里成人其异器写正希 文天祥人体 文天祥呢 那时候是忽必烈 入侵 等于说把南兽给灭了 那后来这个文天祥是在武岭头 兵败被抓 忽必烈听到文天祥这个人 他知道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忠诚 所以特别召见他 召见他 亲自欠祥 但是文天祥坚真不屈 他说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我只有求一死 其他都不可能 你叫我做什么都不可能 好 元朝的皇帝还是不死心 他又请出当时已经投降 一些南兽大臣出面去窃向 结果这些人因为他是投降的嘛 叫做二臣 不是忠臣 叫做二臣 二臣就是侍奉两个国军 不同的国军 不同的国家国军 叫做二臣 他就被文天祥痛骂了 元朝又派出已经被服的宋公帝 这个造诗上欠祥 文天祥也置之不理 他派出被抓的皇帝去欠祥 他还是不理 然后最终没办法 已经关了三年了 而且关在天牢 天牢就是暗不见天日的牢房了 然后三年了既然都不会生病了 因为他在练正气 所以就准备最后要把他杀掉 那临终要被砍头的时候 这个文天祥就向着南宋首都临安的方向跪拜 磕了三次头 跪拜 从容就已 享年四十七岁 行刑之后 刚好插了一步 就是说忽必烈又还悔了 他觉得文天祥这个人这么忠烈 不应该杀他 就下诏要停止杀文天祥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天祥死了 然后被砍头了 文天祥的妻子收尸的时候 就是在他的一代当中 发现的截笔书 写着孔也成人 孔也其以为其意志 所以人子读圣贤书 所写何许 而今而后 竖籍无客 所以文天祥 他没有投降 去贪图那个 偷生怕死 贪图荣华 他没有这样子 他谨守那一份众 所以他成就了千古美 跟那一股浩然的正气 浩然正气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 你能够坚持你的理想 然后尽忠尽孝 到他最后一刻都不要改变 那个浩然正气就很感动人心 好 张勋包拯何人不适 在世中逸史后流云 张勋是唐玄宗那个时代的名称 那他曾经当过宪廉 刚好不巧遇到了安时之乱 因为唐玄宗最大的乱 让唐朝由胜转摔 关键就在安时之乱 那当时张勋就起兵 正守雍丘 抵抗叛军 然后当时这个 没说他面对的是13万的叛军 他只有几千人而已 守在雍丘这个地方 而且也没有补给 没有什么良产 也没有什么严并 十守在虽养 前后交战四百余次 才只有几千人 跟13万人占了四百余序 让叛军损失惨重 有效嚇阻 叛军难犯着死 遮蔽了江淮地区 保障了唐朝东南的安秦 不过最终还是因为 粮草耗尽 四族使伤殆尽而被俘一案 就是张勋 最后还是被杀了 那后来被 获震扬扬州大都镇国公 是后来封给他的 好 包枕就是包青天 这个包青天 他就是大家都很清楚 有演过他脸黑黑的 包整清廉文明 事称包青天 这个也是一种忠诚的 一种精神的表现 忠诚一定要清零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 当官的人清零 当兵的人不怕死 这个国家就很有希望 所以当官最容易贪污 要守住清零 那这个像包青天这样子 所以这边才会提到他 最后是我们的 陆主经宫跟工厂止息 来大家读一下这两首 陆主经宫和同印证 奈何一时 苦中一心 工厂止息八卦无贵 大开普渡云云众神 然后这个后面 整个就是讲 这个白洋大开普渡 它的意义跟内涵 就是把儒家的这种 忠孝结义这种叫做 三纲五常五人八德 像这个忠 忠 义 还有这个像观伐力主 这样子的一种忠义精神 其实这些都是人类最重要 最有价值的东西 要把它发扬开来 这个就是白洋棋整个的 所以这个白洋棋就是 从出租 入租开始工厂止息 十分十分 有关这一段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在白洋史研读里面都有讲到 就是有合同印证 所以老祖师这一次已经第三次的转世 老祖师就是米勒老祖师领天命来掌天盘 那第十三次就来开白洋的心机 那我们师尊师母在米勒19年头领天命 这就是印证 《以乐子经》里面讲的 两八印证考虔神大开谱 对弟子们来讲那一场八卦儒会 也是一种新型的考验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多谈 因为在我们的课程里头都很详细的介绍 好 那我们今天的历史顶故的部分 就到这里了 那这个时间也超过蛮多了 那今天非常地感恩 也非常地感谢大家的历领 尤其感谢黄院长他特别播客 那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 我们就持个假 然后这个 如果时间OK的 帮我们留下来稍微搜寻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了 也祝福大家都能够 圆圆顺顺利利 各方面都能够有很好的提升 都有很美好的 各方面包括家庭 工作 各方面到场 好 谢谢 谢谢